哈喽,大家好 后面的人员生而平等 看到吧,镜头不是在正中间的 有问题,奇怪 挪一下桌子 这个看不到 今天我们讲南非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要讲南非的政治制度 就像之前我每次说明的一样 我们先研究欧美的政治制度 欧美的先进的政治制度 然后学习他们 这个怎么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 但是如果没有比较,你就不知道 他们的政治制度有哪些缺陷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别的国家的 你比方说欧洲 德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制度 比较啊,方向各有优缺点 我们就要扬长避短 学习综合他们的优点 然后另外一个 为什么还要讲到什么俄罗斯啊 南非啊 新加坡啊 日本啊 别的国 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 还有朝鲜的政治制度 我们讲的也会讲 大家都比较熟悉 然后中共我们也都要讲 北非啊 中亚啊 这些国家 他们的毛都在哪 应该怎么注意 然后像南非啊俄罗斯啊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 我们学他们说的什么呢 就为了避免我们将来犯错误 犯他们来的错误 俄罗斯和南非 包括印度都是非常差的典型 当然印度比他们要好多了 我们要避免他们的错误 现在我打开这个南非的政治制度的文件 是偏的呢 把桌子再拖一拖 这是不是好些 这在正中间吧 还是不正中间 算了 大家能看到这个什么 人人生而自由就行了 为什么我今天没去多媒体市呢 因为今天是大太阳 难得的德国的大太阳天 然后就是 多媒体市 南边没有窗子晒不到太阳 所以就 这边我就上这边来了 正好我们后面有这个人人生而拼的牌子 长期没说汉语了 说话不快了 我在国内说话很快的 现在感觉自己就觉得慢 gesch危险 然后能够更好 调Boy 发出院 加拿大的我们还没讲,意大利的也没讲,法国的也没讲,欧盟的就非常多了,估计很多人看不明白,但我们也要讲,估计要讲好几个星期,英国的我们已经讲,爱尔兰的还没讲,爱尔兰的非常复杂的选举制度,其实也不复杂,就是一个数学题,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就明白了倒是,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爱尔兰实行这个, 这个制度呢,大家的理由都是说是太复杂了,其实并不复杂,而怕选民搞不清楚,会选错,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像德国的这个就是比例代表制,就很多选民就觉得麻烦,就经常搞错,一边是选这个直选的候选人,另外一边是选党派,所以就是很容易搞错,就只是大家偷懒而已, 这个瑞典我们已经讲了,今天我们就讲了南非的吧,大家会在这个细微方面发现很大的差别,虽然他们都是民主制,但是差别非常的,比方法国是双头制,两头蛇,教科师上把它称为两头蛇, 他就是总统和总理,都是政府首领,相当于这个半总统制吧, 那就大家都看一看这个南非的地图,日期很难呢,靠近海岸线,所以也是当年的这个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地,东非宝地吧, 像撒哈拉内部的,他们就不太看重,南开不登,北开不登,西,西,西卡普, 他们这个叫法有意思,他们可能纳门比亚是邻居,摩桑比亚,摩桑比克也是邻居, 那么区域化分也不是大,很有殖民地特色,来看就画那么几块, 这种颜色标示的,上面黄色的是别的国家,上面彩色的,上面淡黄色是别的, 上面彩色的是南非。 这个基本数据,南非就占这个整个非洲的五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 可以想象,南非其实是很差的国家,可以想象这个别的非洲国家是多么, 已经没落后,去过的朋友,他们在那边拍片子,回来拍的片子, 我看就是,他们有些国家的像这个,摩桑,叫什么,坦萨利亚, 坦萨利亚的首都跟农村,跟我们中国偏远地区山区的农村差不多, 那城市里面,大首都里面的居民,他们自己还养鸡养牛, 基本上就不去市场买什么东西,就还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 这是他们首都里面,所以就是非洲是非常落后的, 大家不要羡慕非洲,中国相比较来说,还是比他们强了多了, 毕竟也受到过,西风中建,也受到几百年,两百多年的, 最少两百多年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比他们还是强多了,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文革后期啊,或者是这个改革开放,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城市里面的居民,就还是小农经济严重的, 这个大家可以查查资料的,就是中国,这些年来影响还是不错的, 当然这不是共产党的功能,这是一个是中国人勤奋, 另外中国人做市场道,就跟国外的也交流也多, 所以就是从国外学了很多东西, 另外这个世贸其实也有好处的, 大家也不要一味批评说当年引入世贸, 就是什么共匪的特务,在国会作证, 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你也不能说错, 目前来看,如果没有这些世贸,这些改革开放啊, 这些经济合作啊,中国可能比北朝鲜强不了多少, 就这是个综合性的, 当然共产党当年肯定也派了特务去游说国会, 这将来会,将来,这现在不要妄自出策, 将来会根据证据来找出来谁是这个共匪的特务, 有些就现在说谁是谁民运人士当年替共产党游说是特务, 这个不一定,可能和共产党有什么叫什么协议, 但不一定协议,敌人和敌人之间打仗之间还签协议, 是不是签合约的, 并不是说他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然后南非有多小呢, 南非只有4%的国土面积占整个非洲的土地面积, 南非的国土面积只占非洲的4%, 然后人口占非洲的6%, 这个前面我不知道在哪期物里面, 我也讲过这个南非啊, 去过南非的这边德国的朋友们记者们告诉我, 他也只是那几个大城市发达, 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发达国家的城市的样子, 像新加坡那样, 但是他的乡村里面就还是原始社会, 人们还是住在那个草搭的棚子上面糊的牛粪, 还是过着这原始部落的生活。 然后就是重工业的基地, 当然这也很有殖民地特色, 当年是把他们作为这个殖民地嘛, 工业基地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是矿业和开采业, 开采矿啊,挖隧道啊,这些, 挖灭啊, 一个就是挖山, 他这个德语对这个矿业分得比较清楚, 一个就是从山里面挖, 一个就是从地底下挖, 它是两个不同的词, 然后它这个农业, 它这个也是, 以出口为主, 然后以物质性的为主, 这两个电脑有不同的操作系统, 所以就经常搞混,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 非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小农经济, 然后就是人均, 没想到吧, 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挺高, 三千二百美元, 当然中国说是多少万, 不知道有多少水分, 你知道这个相比较, 它跟摩桑比克, 我们前面看到过它的上边, 右上边那个小宅条, 就是摩桑比克,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有一百美元, 南非是三千二百美元, 再看看哪是摩桑比克, 在小条这个上边, 这是摩桑比克, 跟它是邻居就这么低, 再远一点的就更低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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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南非40%的人是生活于绝对平坤线一项的, 嗯, 农业人口中偏偏偏远农村里面的, 估计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然后它就巨大的, 非常巨大的收, 叫什么, 收入差距, 它叫什么收入差距, 实际上就是平均差距, 那它2011年的这个统计啊, 人口数量统计, 它有五千一百, 七十七万人, 这么少, 五千多万人, 德国还少, 然后它79.2%的是黑人, 然后89%的, 呃, 8.9%的是白人, 嗯, 嗯, 有其中, 呃, 说英语的是一百五十万人, 然后说非洲语的白人, 是三, 三百万人, 这个估计就是他们这个当年农, 呃, 叫什么, 呃, 殖民地的光源主, 奴隶主, 呃, 和黑奴生的孩子, 然后他们还是说当地, 但是他们已经, 他的基因呢, 就很白, 漂白了, 还是什么的, 大家看过, 维奴十二年没有, 有些奴隶主也经常强奸, 呃, 黑奴, 呃, 呃, 女黑奴, 他们奴隶就没有自由权嘛, 什么权力, 没有财产权, 没有生命权, 身体权,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还有89%的有色人种, 这可能就不是黑人, 然后2.5%的亚洲人, 这亚洲人估计是东亚, 东南亚人, 像中国人呢, 日本人或者是, 比利宾呢, 或者是马来西亚, 这种, 这种, 在印尼, 然后64.3%的人是住在城市里面, 但是大家也知道城市, 小城市也估计也不比那个坦赞尼亚的首都强, 叫什么, 阿格罗美瑞,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我要查一下, 这是, 已经提过的几年, 三年前的词尿了, 所以有些词我忘记, 难怪这竟然是一个法语词, 就住在这个城市群罗里面, 然后这个有一个median art, 这个词执意是媒体的年龄,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应该有别的意思, 哦, 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 他们很年轻, 25.9岁, 说明他们的很多都是后来出生的, 20多年前出生的人, 然后他的首都叫什么, Pretoria, 大家知道这个词吗, 不知道中文翻译的叫什么, 我以为是什么, 他的城市首都是南开布登, 他叫比勒托利亚, 那有意思, 听都没听到过, 然后Kabstatt, 这个应该是开普, 开普, 开普顿, 开普顿, 卡普顿, 这个卡普顿是德语的翻译, 他的英语应该叫卡普顿, 所以是开普顿, 然后开普顿, 它是议会, 议会是在开普顿, 然后政府每半年是在开普顿, 这跟有些国家有些像, 政府一会儿这儿翻译, 那儿翻译, 欧盟也是这样, 议会也是, 一会儿是斯拉斯国, 一会儿是, 他首都在比利时, 他首都叫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Yohannesburg, 这个中庸应该翻译成, 约翰内斯堡, 就是,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 是宪法法院所在的, 南非宪法法院, 然后, Blormenfontein, 这也是一个城市, 最高上诉法庭, 就是, 负责上诉的最高法庭, 是在这个什么, Blormenfontein, 看一下公文是怎么翻译的, Blormfontein, 布隆芳丹, 对意思, 有十一种正式的语言, 正式的国家语言, Uno-mitus, Unity, Diverse, 这个话执意啊, 就是建立神话, 就是多样性的统一, 或者统一的多样性, 我看一下他这个中文, 把它翻译成什么, 这个词, 为什么复制不能, 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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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样性的, 建国神话 独自就叫建立神话 然后叫彩虹之国 或者叫彩虹之民族 实际上他们不是一个民族 你像语言都那么多 现在就提到宪法的发展 1910年通过四个殖民地合在一起 南部非洲的四个殖民地 叫南非洲联盟 英国和荷兰双极主义 它叫布卫士 布卫士就是指这个 英国人 欧洲人 西方人 他们还经常很注重这个 经常以这个古老的民族来称呼 哎呀 怎么做不得好 有点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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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老了 这就不是 什么问题 布尔 叫布林迪安布尔 双极主义 布尔应该就是指河南人 什么问题 本来我以前的材料上面都有标注了 当时都查了标注了 那材料丢了 然后又吓死了 奇怪了 B-U-R-I-S-C-E-R 布尔 叫布林迪安布尔 双极主义 布尔就是指这个 因为当时南非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市民地 摸完后面 咦 怎么 我放到了 好 我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 也没法关 咦 这是有意思的问题 那现在可以 看能不能放到 可以 但是布尔的 他这个执意是非洲人 有意思吧 实际上他们是什么人的后代呢 是这个荷兰人 德国人 和这个 法国 殖民者的后代 或者是居民 他们叫丁居者的后代 我们到那个地方 就丁居了 实际上就是殖民者的后代 然后他们就属于这个农业 现在聚居区 就是有鲜明的农业特征 然后就是很先进的这个思想 什么survive of the fittest 前卫的思想 就是最强壮的 fit就是健康 或者是状态很好 状态最好的才能活下来 才能幸存下来 然后就是前面提到我1910年成立的这个南非洲联盟 当时他们已经是属于自制的 在英国叫什么 英联邦上海内 是叫英联邦吗 像什么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南非洲现在仍然属于英联邦 是叫英联邦 英语叫 扩曼威尔赛 应该就是中国参与英联邦 然后1948年 然后就是这个民主党获胜NP 当时还不是叫非国大 然后就是 这个叫这个词 Apartheid 这个词应该是英联邦 公主隔离 OK 那就是从这开始 1948年就成立了这个 就形成了公主隔离政策 1950年发布了这个人口和注册法 就是你必须去现在公主的户籍制度 然后就是禁止叫什么 混合婚姻法 不同民族不准同婚 然后还有就是 supervision of communism act 防止共产主义法 然后就去应该翻译什么 制止共产主义法 先去防止 the group of various acts 什么团体地区法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应该就是 也是对这个 对这个 各个地方的 这个少数民族 各不同民族的居住区 进行管理的 Narchist North Amendment Act 这个民族法 修正案 土著人法 修正案 土著居民 这是当地人的意思 这个是什么地方 看一下 哦 这是不同的民族 谁能分担亲呢 在我看来 除了这个 都是黑人 也没有什么区别 让他们看上面的方块 这么多名字 我不知道谁是谁 这就是 Kwaka,Niboba,Kvatulu,Kvanitabela,Kanikvale,Siskay,Gacankulu,Venda,Transkay,Poputatsvala 我看来就差不多了 那么就是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就是这个 种族主义成了这个国家的 叫什么 意识形态 不叫意识形态 叫什么 指导思想 英语是doctrine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知道思想的意思 然后就是上面叫沃尔人 沃尔的民族主义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然后这Presentulation和Aer-Valence get dampened 这也是一个小维基的形态 预想和选择 这就是我的眼镜坏了 然后那就修了 戴着影心眼镜 真的不知道怎么 真的很差 看着眼睛很不舒服 然后就是这个 种族主义的种族法案 或者种族法案的 种族隔离的目标 一个就是把各种都分开 然后就是 第二点应该是很主要的 就是确保这个经济方面的特权 就是保证这个白人的统治地位 统治权利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种族主义在1990年2月20日 通过克拉克在这个议会上宣布结束了 这样经过南非人的斗争 当然他们的斗争是非常失败的 曼德纳并不是一个很有对民主啊 法治很有研究的人 所以就是曼德纳只是被树立起的那个英雄品而已 所以他跟甘地一样的都没有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 通过这个发言 1990年2月20日的这个 废主种族隔离法发言后 就是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然后非国大合法化 然后其他的这个反对派组织 或者反抗组织也都合法化了 然后这个紧急状态法案结束 提到紧急状态法案 大家应该都知道 西特纳很著名 然后就是废主种族隔离区 废主种族隔离法 然后就是开始讨论 拨手 成立一部新宪法 他这个上面说的拨手 就是交易 就是互相之间 谈判呢 这宪法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谁就制定的 所以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讲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大家就充分进行思考 进行讨论 将来中国怎么样才能成立一个 最能保障各族群的宪法 各族群利益和自由的宪法 你不能说我大汉人主义 我就把那苗族人都 不照顾他们的利益 当然不对 将来中国就不应该以民族来区分 你想这文明国家的身份证上 就没有什么民族意思 他只有对你的眼睛 眼睛颜色这些有区别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怕你将来干坏事 或者是预防老些恐怖分子 或者那些 办黑社会 黑兽党 他就化妆改变眼睛颜色 所以就修设的注意这些 我再看一下 身份证上有些什么东西 眼睛颜色 因为刚到理论堡登记身份的人 初一天到理论堡 去办身份证的时候 然后翻译问我 说你的眼睛颜色 他看我眼睛 他先看我眼睛 然后我就知道 因为我看过别人的外国同学的身份证 他上面有眼睛颜色 然后他看我眼睛颜色 我说你是不是看我眼睛颜色 因为那时候我一点德语都不会 他和工作人员是用德语说的 估计那个人为眼睛颜色 所以我看过这样 嗯 只有身高 呃 性别 嗯 眼睛颜色 出生日期 家庭住址 然后发布这个 他这个很详细啊 他这个发布这个身份证的单位 或者机关他还有不仅有名称还有地址 都在这什么标志 估计就是为了遍于海关了 或者别的 甚至别的国家的警察 进行确认的时候 他的非常非常详细 就是在门牌号 就那边嘛 地址 城市都有 嗯 然后我自己的身份证 呃 叫什么 身份的地址 然后还有出生地区 出生的地方 在哪出生的 这有意思啊 然后就是什么 有叫七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 编的身份 编码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签字 嗯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签字 所以就是说 要保障各族群 即使那些讨犯的 在德国讨犯却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也有人权 侵犯他的人权 在德国是禁止祈祷 甚至禁止七套 嗯 然后就1990年后的宪法 看看他们的宪法 讨论了六年 时间更长吧 我们这个 我刚才说了 在民间掀起这个 进行中国未来宪法的讨论呢 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大家意识到 民主是怎么运行的 以及怎样能保障它的利益 这样就限制了普京之内人物的产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去规范政府 怎么去防止独裁者 侵犯少数人利益 或者多数人的利益 或者是少数人利用武力 利用那个人性中的弱点 就是用利益呢 用利益呢 就是这个特权的激烈某些坏人 某些道德品质不高尚 或者从小回受到道德养生教育的人 利用他们的奴役人民 压迫人民 所以大家都知道 南非的制度讲完了 我看一下南非一共三十九 今天就可以讲完 下一期我们就讲 虽然还有很多国家 我们可以穿上讲 下一期我就要讲 对中国 我自己对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设计 或者设想 一个我的思路 或者一个蓝图 然后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这个仁涛 听到说是约翰内斯堡 一年帮 谢谢 没故意看 本来这个戴着影音 也就是看不大清楚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可以 就自己想着 也可以将来在那个 进我们会议室 下一个星期或者是今天没什么人 下个星期我们可以选一个时间 大家都可以参加的时间 进那个会议室进行讨论 然后你对这个 未来中国政治制度 有什么设想 你可以戴上面具 都可以 只要不暴露你的姓名身份 就没问题 然后背景 背景要干净 不要让人 让郭报猜中你的身份 一般从深夜上的判断 很难的 除非你已经就是 在他的黑名单上 当然就像有些 老反革命 老民主运动人士 也不怕这个郭报 他只是 对这个政治制度进行讨论 也不犯法 也不说 推翻你共产党 也不说什么 就是 就是为了 讨论政治制度 学习讨论 问题也不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 就自己的设想 让我现在简单提一下 中国肯定要是联邦制的 像美国 德国 这些发达的地方 顶尖发达的国家 都是联邦制 包括这个比利时 他以前是王权制 独裁制 现在也是一步一步改革 一直在改 经过六次政治改革 国家体制改革 他现在就是 连小社区 各个鱼种的人 有独立的权利 有外交权 然后这个社区 也有自己的外交权 像德国所谓的三级宪法 以前是真正的官方提法 叫三级宪法 后来怕搞混了 就不再提的 咱哪三级 一级是联邦级的 就整个德国 一个是邦的 就是各个邦 比方我们这在拜人 那种族族族会议 叫拜人慕尼黑 但是根据古罗马的教法 英语和中国人 也是根据英语的翻译 叫法法尼亚 翻译成周 实际上周是当年清朝 为了让大家 受到西方联邦制的影响 把他们的邦叫周 实际上他们是联邦 各邦就是 合众国 为什么美国叫合众国 由众国合在一起 各个邦是一个国 这是二十年内达不到 这个说不定了 基础明治 老板爷都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力 只不过是他不知道 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愚民教育 他不知道 联邦这样民主自由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很简单 你给他讲清楚就行了 也就几个小时就讲清楚 并不能 这就学到大家去做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也没有风险 你甚至可以和地方上的共青团 或者是赴年 或者是叫什么英论区 或者是学校 教育机构 司法局 你都可以和他们联系 尤其与专业人士 像学法律的学生 或者是学政治学的学生 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共青团校 有团校吧 打校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做 这些是很简单的 因为跟他们当地的村干部联系 尤其你自己村里的 你老家的 如果你有亲戚在村里面 你就跟他们联系 以后我们要再进行普罚 这些都是中国的法律 你甚至可以跟他讲中国的法律 然后讲村民选举制 村委会选举制 居民委员会选举制 这都有中国的法律 他们就是这种法律 其实就是照搬的 德国的这个社区法 我刚才说的三级 还有一级就是社区 社区有大有小 另外我们这个大学城有十万人 因为谁在这 因为一个大学 我们大学就有几万四万多学生 教主员工也很多 然后西门子也在这 西门子也有几万人 当地居民很少 但是这边的房子 因为德国的房子也是 这一点非常不好 德国的房子也是 严格控制 因为它以前也是极权制 皇权制 特别是铁鞋宰相 必死卖 国家权力过大 不像美国 什么人都可以建房子 这边你得通过政府统计规定 哪一块可以建房子 不是说我这有概地 我就申请建房子 这不行 政府它经过多少年 它讨论一次 现在我们可以扩大 往外扩大多少 用来建民房 或者建房子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能建 所以这边的房子 贵的吗 教授们 比如讲民法里面 讲的房地产 哪想往这 什么难房子 只要是空出难的 只要是有卖的 不管什么价钱 马上就卖出去 人们根本就不看房子质量 不看大小 不看价钱 能买到就不错了 所以大学教授工资也高 西门子的收入也可以 就工工人收入也很高 所以就是 中国也就学了 他们的社区法 但是 德国的选举法 其实是统计的 没有一个专门的社区选举法 它只有社区行政管理法 社区它是一个独立单位 它的社区章程 就相当于第三级宪法 联邦和邦是没权利干涉的 他们这个社区有自治权 它除了联邦法和邦法 规定的全国或者全邦统一的法律 社区必须不遵守 社区自己的事物 包括垃圾处理 包括烟团 以前很多烟团 现在做的没有 但是现在又抽油烟机 他们这个 清理烟团的工人 也是旅行公务员的职责 因为政府每年要检查烟团 是不是通了 这就是很有意思 这个地方都不一样 包括社区 要成立什么 体育设施 独立设施 育儿帮助儿童 这个都是社区自己的事物 就是社区居民 选择他们的议员 我以前说过 他们社区其实是没有政府的 他们叫Hot House 这个议事厅 他们也有一个市长 但实际上这个市长是没有实权的 他只能和实义政厅的那些议员 一起开会讨论 他没有权利决定什么事 当然他的这个 他们内部的行政管理系统 包括下面的各个部 像相当于 当然不叫部部 叫办公室 他就有权直接下命令 但是他不能违法 他们全都没有 所以当然你可以跟他们 村民委员会 里居民委员会 跟他们商量 跟他们讲这些法律 然后在这中间 你就可以看他讲 国外是什么 当然这就是 你得和这个 起码和当地的 小官员关系要好 他也不侵犯他的利益 你要首先了解情况 你不要讲你们可以怎么怎么 你只要讲大的方面 不要讲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去查账 这些不要讲 你给他讲大的方面 别国的是怎么运行的 怎么保证他们利益的 你怎样选自己的议员 怎么样去规范政府 监督政府 这些都可以讲 这很容易 不要觉得民主很难 没有什么开启民智一说 中国人现在 受教育起码最差的农村 也读到一个小时候的初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的也很多了 再加上他们 基本上都出外打过工 对外面世界也了解 不存在开启民智一说 这个民主自由制度运行 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男的像什么高等物理 关系是要有人去做这个 这个工作也没有风险 其实我在考虑 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组织 就是叫 名字可以再想想 就是这个介绍西方的 政治和民主 说的分量比较敏感 就是介绍 叫什么世界文化 世界文化 介绍会要的 研究协会 都可以做 这个共产党是没办法抓你的 大部分人要派国把来恐吓一下 你要坚持原则 你说这东西不违法 我们共产党 或者你们共产党 张晨让也写的 如果你是共产党人的话 你可以说我们 当然我不是共产党 我从小 包括我当警察的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当警察的时候 我就是拒绝路党 所以你就可以 你们党章上也写的 要自由民主防治 然后你也可以讲这些 你也可以介绍俄罗斯 南非这些国家制度 朝鲜的制度 因为在这之间 你就可以比较了 你想俄罗斯 有哪些毛病 可以跟他拿德国比较 因为共产党对美国比较敏感 你就不要讲 原来讲小比利时总行 比利时现在还是王氏之 在国王当然是虚之 甚至日本 日本当然很差 比利时差什么 也不是威力 也不是差什么 你可以给他们讲 然后在这比较中 人民就会引本 那怎么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想想 大多数人无法理解 如果一个社区都有外交权 它可以直接给美国 或者是德国的一个社区 或者一个城市 谈判 进行什么生意 什么方面的 你想想 这些农民多有自主权 他们就 多有积极性的 它就可以 根据市场 根据外国的需要 生产某一特种 叫什么特色产品 特产品 土特产 你想想 这就有积极性的 那为什么美国 德国生产效率这么高呢 它主要就是自主性强 你看法国 西班牙 它为什么就差了 相对在说 当然比中国强多了 西班牙 什么法国 什么意大利 在欧洲国家 现在在德国人也 或者给斯坎迪纳维亚 瑞典 瑞典 摩维亚这些国家 也就是奶汉 而且不关心自己权益的奶汉 当然比中国强多了 他们就是中央集权制 他们是政府 从上到下是垂直式的 不像美国或者是德国 你像美国总统 他在各个邦去的话 他是客人 帮主席或者帮总统 所以中国发言的州长 他们才是实权 他们才是本邦的代表 不仅是政府里面的代表 他是整个邦的代表 因为他是民选 他是主席 总统是客人 总统说 如果邦正在开会 你总统过去了 出去出去 可是我们内部事务 你不能进来 美国联邦总统就得乖乖地滚出去 当年是谁啊 我忘记了 不是去纽约州吗 带江南人去纽约州 当年美国总统 然后美国总统 然后美国州长是个女的 不坏的 把江南人去路出境的 在中国可以想象的 如果习帕把金帕请到新疆 新疆当地的自治区主席 敢说这就滚蛋了 肯定不敢 所以这就是联邦制的好处 联邦制能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 自主了 他不受上面制约了吗 然后接着讲吧 我看一下上面一章是什么 然后讲到这1996年以后的宪法 经过那六年的争辩讨论 讨价还价 你看比例十亿的今天讨价还价 各种语种各地区 各群体和利益 什么上利益团体 就是各公主之间都有竞争 所以他们就经常讨论 包括瑞典的我们也讲过 各个社会团体都有参与 就是立法的权利 也经过他们同意 这也是欧盟里面也有这个 欧盟里面也有这个 欧盟里面有些法律 你得通过一些健康五条会 或者是什么 环境五条会 他们的参与 因为他们参与 你制定的法律是非法的 所以这就很重要 既保障的可持育发展 保障的地球环境 也保障了这个人们的健康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就1996年开始的宪法 所有人都有选举权 之前 这说明之前很多人是没有选举权 选举权的 尊重基本权力 基本权力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人权 我在我们网站里有一篇文章 我也每天在推荡上在推 你就看这个德国宪法的前20条 和第103条 前20条就各个权力 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这点是经常被德国政治家隐名 或者甚至正可以说 我们要保障的是人的权 人的尊严 不是德国人的尊严 所以所有的人在德国呢 他们尊严都是受到保障的 包括恐怖分子 你不能因为他的恐怖分子 已经虐待他 然后就是独立的宪法法院 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什么都在像中国 或者俄罗斯一样的 这些法院都在服从 卫高理系又在指导和抑制 然后就成立到这个神一级的行政系统 这个后面会讲到的 然后就还有这个传统的权力 和这个权威 这后面也提到了 然后就现在正是讲到这个政治系统 那么他这个也是相当于这个双系统 这个就是医会制的政府 然后这个总统制的政府 这就有意思了 它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这个总统一个人领导这个联邦政府 它这个就是有双系统 后面看一看 估计跟法国差不多 法国也是总统一套 总理一套 然后就是自由平等 然后叫什么 这还秘密选举 这产生的议会 就是以前的不是这样 然后这个议会 它再通过以多数票选举 产生总统 然后这个总统身兼国家首脑和这个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 或者是权力 那就是有充分的 有范围很广大的权力 而且全权 而总统可以呼召这个议会 然后还可以在某种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解散议会 然后任命这个高级官员 士兵 当然这个法语 德语 其实英语也是这样的 他们有时候以士兵来统称所有的军民 英语叫Soldier 德语叫Solidat 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平等思想 因为所有的将军 他们都从战争 从打仗中 通过勉敢 凭勉敢和谋略和智慧 升上去 所以人人都是平等 然后还有这个高级法官 这位总统任命 他还有这个 在得到议会的同意的情况下 他还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法 我总是觉得很可 叫什么呢 很有风险的问题 如果一个总统能够宣布成立紧急状态 他就觉得能绝取超越法律的权力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或者是这个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 那这个可以去某个特殊的事件进行调查 参与国或者什么卖国啊这些 当然这是可以做的 当然这个总统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的 当这个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不信任 对总统的不信任案的时候 总统的权力就受到限制 然后这边会讲到这个基本权力 然后就是包含了这个很广泛的这个人 基本权力光谱 当然这就是这个联合国人权支部公约啊 这些各个方面 很多联合叫什么联合国的组织 还有包括这个国际人权组织 就经常提到这些 基本权力啊 它也包括这个社会性的基本权力 包括这个可以说社会福利吧 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力 一个就是这个抚养权 然后就是负担得起的这个租房 然后就是水利 或者是水源的权力 我们讲到这儿 我怀疑这个南非的政治系统 政治体制 我是不是讲过呀 在我的视频上没有 可能也被虎哥上一次 YouTube删掉了 然后这个财产权 个人财产权 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或者没有明确的写进现场 没有明确的得到保障 这也是他们黑人 当年曼德纳他们成功以后 故意留下的缺口 就是为了去剥夺白人的财产 现在白人成为了弱势群体 而且看资料 现在他们是过分的黑人 对白人吸引 已经达到侵犯人权的地步 当然当年白人对他们的国学 他们清算 我估计是当时曼德纳他们 缺乏很好的法律基础 或者是政治学方面的基础 对他们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清算 导致已经留下很多问题 这是我们将来中国也要防止 当然这些太子党的剥削 压迫中国人的罪行当然是要清算 但是你得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 不能留下法律缺口 就以简单复仇为快感的 很难不进行系统的司法方面的调查 审判 个人凭个人 是很难去做个正确的判断 所以这个将来也不明确的规定 进行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或者专门的法庭进行调查 进行审判 就像现在南非这样的 现在你看他们革命成功 多少年呢 1990年的飞出恐怖革命 快30年了 那两年我们1989年 发生了64 到现在这些凶手还没有成功 当然那些凶手将来都要受到审判 当然包括其中那个 当年的所谓的隋州驻京办主任 当年在天安门杀人的当时士兵 过来回家估计有关系 因为他们当成了计神办的 跑到计神办的当务去工作 那七混八混成计神办主任 后来怎么又混成了这个驻京办主任 这个人将来还给我下过毒 本来我的户口不在隋州 但是他们在北京搞得清楚 我把我抓过去 我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只知道 因为我跟别人说 聊天说我老家的隋州 所以他们老家的隋州 在这搞过去 因为我是访民给我下毒 所以有意思 这个家我将来有得好好做 清算清算 当然不能说凭我一个人耗用 我就直接因为他给我下过毒 或者他自己说他的天安门 参加过屠杀 当然他没说参加 但是我去到天安门 根本就没有人 没有开枪杀人 当天部队根本就没有开枪 当然这就是谎人 他这样访认 当然到时候可能查清楚 然后就是 宪法法院的权力 就是competence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从 他可以从这个宪法 或者是法律规定给他的权力里面 从这个里面再导出新的权限 这在很多国家 或者在很多领域是被禁止的 包括在欧盟法律里面 欧盟的这个权力是被禁止的 比方说欧盟的权力是什么 欧盟的权力它是 欧盟是一个邦联制 它并不是一个 它没有这个国家主体权力 它当然它也有外交和军事权力 但是它不相当 不相应一个国家 这国家就有全面的权力 欧盟只有这个 它只有哪些权限 就由各个成员国 经过开会 同意 同意授予它的某些权限 从这些权限里面 它不能导出其他的权限 你在一个国家内部是可以导入的 可以导出 推导出某些权限 在欧盟就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competence competence 它这个 南非线法方面也有 当然这个 美国线法方面也有 但是南非我就有点不放心了 然后就是 它是 叫什么 就是它对这个 各个组织 政府组织 机构之间的这个 争端 它是有权力进行审理的 初时代的一开车 我一下中文找不通来合适的 有一个很短的两个字的词 但是我一下想不想 它就是对这方面有 可以审理这个 争端的权限 解决争端的权力 不知道 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个词 然后它对这个公务员和这个政府机构 它负担这个叫什么首业狗的角色 那就是监督他们 我总觉得这个南非政治制度 我讲过 现在这个首业狗 然后每个人都有权力去 都有权力叫什么 去法院 当然这个执意就是 每个人都有去法院的路 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有 司法权不能被剥夺 去法院起诉 这个权不能被剥夺 然后有意思的是什么 它的榜样 就是德国宪法法院 照办的德国宪法法院 已经一个小时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吧 太长了 大家现在光了也九点了 还有一半我们下期再讲 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 也祝大家元旦快乐 元旦是星期二吗 现在星期五 星期三 拜拜